气鼓道就是你主要做到这些 身上的运动,把这些偏向的在你鼓道起来的 对,我就是讲的,他在这儿,他在这儿是鼓道 就是刚才咱也讲的,两个人拳击的时候 你打一个就是身上,你是不是对不起 你要不去的话,你一个外衣打,你收汤 你高护车员,别收汤 挺不错,这一下 你也受不了,所以说你为什么都挺不错,因为你气在这方面 所以说气鼓道,气鼓道,所以说刚才他这个 到底有没有气啊,肯定有气啊 但是这个气,你不是神话的太厉害 但是每个人都有气,所以说你怎么认识 对吧,你自己打四节,就是咱说这个收工的时候 你如果不做拒绝的事,你让自己打啥呢 咱原来讲,你收工的时候,四节嘛 四节嘛,一定要自己敲打一下,每天,敲打十多天钟 对身体肯定做,恶大了错,重要关系在这儿 所以说,你每次收工,你都 肯定就气鼓道,就练了,练了反之大 那你其实就是反之大 但是刚开始,你稍微清晰点 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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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中加,慢慢的加密,这就是太厉害了 对 所以说,而且你看,肩膀,你也这么如 什么五十岁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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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叫什么肩肉眼,这挺得着的 是啊 你每天要做这样的事情,这么十个钟 ni 伸出来就是颜色转一点 你什么都用说,这时候是挺合的的 对吧 那时候的他没转,你得转出来 你这样,是吧 那时候 你把生活没孩子,你得转 对对对对 所以就说这些东西,你必须 平时的时候都得 从这些连起来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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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是不是这就是键工 就是说炼针不炼功 所以练成功到最后指的就是所有的借务 你刚才套路发芽的同学 刚才套路的肯定有用 但是你等于把这个时间拉回 他洒了一大片 你最后一个也受不了 对对对对 这类似于一年上学 你想文堂尼堂都算好 对 非常难 对 是吧 你最后到了一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文堂尼堂尼堂 嘿嘿 咱练成功 一方想到六十几个动作都熟练 不可再也不可能 所以你拿出点动作来自己练 对 够用自己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加屏幕下方微信 进入爬通我老师的太极拳研讨群 我们共同进步